台北市信義區平常的人潮不少 那麼在這個地方除了有排班的計程車之外 也有民眾是會選擇轎車的APP 不過就有人從信義區搭到新莊 說花了四千五百元 這價格到底合理嗎 根據民眾發文 他說從信義區做回新莊要四千多了嗎 底下的網友討論很熱烈 有人說平常一趟也才三百多而已 信義到桃園才一千六百多 但是也有人遇到類似狀況 說新生南路到延平北路系統 莫名其妙跳了快一千五百元 是我會覺得要搭一般小黃啦 有點吧 我覺得太貴了 民眾聽到四千五也覺得很驚訝 畢竟從信義區到新莊 不管多元計程車或是一般小黃跳表 平均價格是落在四百五十到五百五十元 搭個車變成了十倍價 的確是貴到有點離譜 不過也有人推測 是不是因為搭的是優步小黃 司機自行輸入車資 按的時候多按一個零 按錯了 綁定信用卡的那一張卡 建議你都要這張卡 能夠做所謂的即時消費的 APP的一個提醒設定 輸入錯誤之前也發生過 甚至也不能排除 有司機會故意輸入高的價格 來多賺一點 不過Uber官方則回應 這張截圖並非真實情況 內容差異很大 請民眾要注意分辨 拿正版收據截圖來對比看看 的確在格式字樣跟車隊的顯示方式 通通都不一樣 甚至連Uber One品牌識別的logo也不同 但不管這圖示真是假 民眾叫車扣款之前 還是要跟司機再三確認 如果價格有問題 要立刻回報給平台 否則一個沒注意 殼包恐怕失血 影響了自己的權益 TVBS新聞 新聞一日是黃凱建議台北倉報道